美国政府申请访华终于获得批准了。6月18日至19日布林肯访华两天。美国正要访华为什么一直没办法获得批准?甚至拜登申请给北京打个电话都得不到允许。根本原因就是两个。一是美国根本对中国没有任何尊重。一边损害中国的利益,一边让中国接受美国的要求。 美国根本没有站在中国立场上,考虑过中国的利益,却一直要求中国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当然不想与美国浪费时间。大家根本不在一个频道。 二是,美国除了想迫使中国接纳美国不平等的条件外,另外只是想利用与中国会晤,制造美国面对中国强势的国际形象,还试图制造中国面对美国弱势妥协的印象。 从而刺激美国盟友共同对付弱势的中国。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批准了布林肯的访华呢?在我看来根本原因也有两个。一是绷紧的皮筋隔一段时间要适当松一松。毕竟中国也不希望与美国彻底撕破脸。 但凡有一点空间,中国依然会保持适当的沟通。同时中国也需要向国际社会表明。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责任在美国。 二是中国也需要给各方时间与空间。让大家看清楚中美真正相处之道。也要大家看清楚中美撕破脸的后果。中国要想让国际社会都理解这一点。中国也需要通过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来释放这些信号。 说白了,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。美国政府一遍一遍的申请访华。而中国一遍一遍的拒绝,最后中国点头同意。通过这个过程,大家已经看到了谁是真正占据战略优势的一方了。 而且经过这样的会晤,如果美国还不能把握机会,那中国接下来也就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事。也就更不用顾及美国的面子了。 中国的做法,可谓是仁至义尽。一步一步让美国掉入自己挖的大坑里。那么美国到底吸取教训了吗?这次布林肯访华,是真心与中国交好吗?坦率说,我们其实根本不用看美国政府的表态。我们只需要看看美国政府的言行,即可窥斑见报。 过去一段时间里,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并未实质性减少。譬如美加军舰穿越台湾海峡,美法飞举行军演等等,明显都是针对中国。 这些行为其实已经充分体现了美国的立场。所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心理预期后,等美国政府在公布访华的目标时,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。 6月14日,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。国务院亚太事务朱卿康达就布林肯访华,向记者吹风。坎贝尔称,美对华政策是一贯的。 即同中国竞争,但不寻求冲突,对抗或新冷战,而希望负责任管控竞争。美方将寻求管控竞争,并在利益相符问题上合作。 康达则称,布林肯访华期间,美方将围绕三大目标。同中方进行坦诚,直接,建设性沟通。 一是建立开放,有力的沟通渠道。二是重申美价值观和利益。明确,坦率提出美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关切。三是探索在符合美利益的议题上开展合作。 美方并不期待通过此方取得某种突破,或是改变两国互动方式。 大家从上述两位美国政要纳看到了什么? 坎贝尔的表达是美国的一贯腔调。那就是说一套做一套。一边说不寻求冲突,对抗或新冷战。一边去干着那样的事情,而美国的这套说辞。 目的就是让中国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。让中国对美国逆来顺手。 康达的表态则更加具体。三大目标的第一个。意思就是美国挑衅中国可以,但不能影响中美的沟通。这就是所谓的开放,有力的沟通渠道。 所谓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告诉中国。美国的所谓价值观和利益,以及在一些问题上的关切。大家会发现,美国连一个字提中国的利益都没有。 这不过是美国民主党的美国优先罢了。第三点就更加可笑了。要探索在符合美国利益上的议题上展开合作。还是绝口不提中国利益,只强调美国利益。 坦率说,看到美国政府做出这样的对外宣布,是不是觉得非常幼稚?国家与国家之间,怎么可能只有单方面的利益?当然美国与盟友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一点。但这是和中国打交道。 最后,康达还说,并不期待通过此次访问取得某种突破,或是改变两国互动方式。既然不期待,又何必来访呢?这不都是浪费彼此的时间吗?然而这就是美国,这就是现在的美国。政治上极其幼稚和不可理喻。 关于这一点,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进行了回应。那回应可谓是掷地有声,直接封死了美国政府的任何幻想。 汪文斌上来就说,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,中美关系不应该是你输我赢,你信我衰的零和博弈。 双方应该正确看待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。坚实相互尊重,和平共处,合作共赢。找到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知道。 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,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。这段引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话就是告诉美国。不要有任何幻想,中国与美国相处知道。只有中国领导人所说的这一条路可走。美国政府现在想走的那条路是不可能走通的。 汪文斌接着指出了美国对待中国的最核心问题。那就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,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。是对中国的严重误判。中国绝对不会允许美国打着竞争的幌子。行遏制打压之时,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利。汪文斌说,这种极不负责任的霸道行径,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,将世界推向分裂。 汪文斌这番话实际上,已经告诉了美国和全世界。如果美国继续这么搞下去,中美只会走向对抗,把世界推向分裂。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还强烈警告美国。不要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。同时也告诉美国,中方对话沟通的大门是敞开的。 两国的沟通也一直没有中断。沟通要解决双方的关切,要有实际效果,解决问题。不能一边沟通,一边损害对方利益。不能说一套,做一套。 汪文斌还说,中方再次敦促美方,将拜登总统做出的积极表态落到实处。停止干涉中国内政,损害中方利益。停止对华遏制打压,同中方相向而行。 排除障碍,创造条件。推动中美关系逐步重回稳定发展轨道。最后,汪文斌这番语重心长的话,中国已经说了多遍。而美国如果还是搞说一套做一套。不解决实际问题,那么中国不可能容忍美国的行径。 中美的高层交往就有可能再次中断。美国还想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。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。如果美国非要那么干。 中国必然大巴掌伺候。让美国知道知道什么是东方神秘力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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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